127. 蘋果日報 中國天然氣反駁孤空機構 2015年7月15日財經要問B01訪問 孤空機構Glocus Research又出動 今次追擊對象為中國天然氣931 Glocus未有如以往般質疑中國天然氣造假 僅指公司視障率較漢能566高位時多一倍 認為公司只靠承諾支撐股價 故予以強烈估受評級 目標價8% 教停牌前價格低95% 中國天然氣主席簡志堅即日反擊 清報告斷章取義 屬幼稚園分析 並指出若有人追擊931 我一定爭辭 目前 該公司正準備出澄清公告 故將繼續停牌 直至零行公告 被指視障率嚴重高股過去增發表報告 追擊中金在生773、豪澤淨水2014等公司Glocus 作五一時十分發表新一份孤空報告 狠批中國天然氣是一間初創企業 未有任何知識產權、有異異的經營模式 而天然氣業務對公司仍然微不足道 故現時33.9倍市場率屬嚴重高股 情況比早前的看能還嚴重 中國天然氣氣後極速在15分鐘內停牌 停牌前股價為1.46元 緊跌1.35% 簡志堅接受本部訪問時淡定回應事件 Glocus唯一間孤空機構,當然是教人孤空 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 我,無仿康鹹 如果有仿康鹹 我一定告他指控錯誤 簡志堅持中國天然氣市場屬發展階段 未來極具潛力 強調該份孤空報告資料不齊全 對中國以及行業務充分了解 質素 連BB仔都不如 他只留意到公司最近孤空比率較高 估計報告將公司與看能做比較 目的是從中獲利 他指公司業務精精日上 若有人追擊 他會增持 希望 孤空機構 補充補到副都日 Glocus研究總監索Renando 接受本部訪問時回應 Glocus在股市波動時出手 相信更容易成功 無實質業務 純操作公司 在股市波動容易走資 只靠承諾的公司在波動的市況特別脆弱 提醒投資者要提防 只靠簽署量解備忘錄推高股價的企業 記者 黃佩林石永樂馮建亨 記者 黃佩林石永樂馴建